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借由慕容博之口说出一金经的妙用 慕容博所要表达的大体意思是 少林号称有七十二绝技 虽然这七十二绝技确实非常厉害 但说到根本上都不过是武功招式而已 真正让少林似称雄江湖几百年的秘诀 乃是内功秘籍一金经 这门一金经一旦练成内力镇骨朔金 而那时任何平凡的招式到了手里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甚至可以达到不拘泥于招式的地步 少林寺的霸主地位确实很有道理 但是纵观整个金庸小说 练成一金经的人有几个 少林本寺练成一金经的又有几个 书中金庸先生明确说练成一金经的人 复来复去 其实只有三个半 第一个要说的是笑傲江湖中的少林方丈方正大师 此人确确实实是一金经已经练到画迹 通过任我行的话语可以得知 令虎冲后来也是练成一金经的 外少林方丈方正所传授 为了化解身上悉心大法的凡事 林虎冲有此机缘 天龙八部中有两人练了一金经 尤坦诗从一个武功低微之被成长为高手 就仅仅练了一金经而已 尤坦诗的一金经已经练得很有火候 单论内功而言的话 似乎已经不在萧峰 玄慈等高手之下 纠摩之也练过一金经 但相比而言 一金经对他的作用就很表现了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内力 已经是绝顶高手的水平 练任何内功可能都难提高太多 最要紧的是 纠摩之不仅没练出好处 还把自己练得走火入魔 纠摩之顶多算半个练成一金经的人 我们上面讲了四个练成一金经的人 但其中少林的人只占了一个 其他三个全都是外人 这样说起来 少林中人练成一金经的只有一个 这位免令人难以相信吧 其实书中还有两位隐藏人物 也练成了一金经 一个是少林派创派祖师达摩 一金经本来是他所创 说他练成自然顺理成章 另一个是一个风僧 他自幼出家 其师父因练不成一金经而作画 他却捡到了 无意之中练成 但他至死都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武功其高 这种情况是比较奇怪的 为何练成一金经的人会如此之少 那么少林派又靠什么才能够领袖群伦呢 其实对于一金经 金融前后说法不一 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 天龙八部中 金融将一金经的修炼条件 说得极为苛刻 需要看破无我无相等等境界 因此一直无人练成 四中僧人竟然以为此书完全无用 但到了笑傲江湖中 方正练成也就不必说了 令狐冲也可以无条件练成 令狐冲受伤欺减 方正大师曾经想要传授一金经给令狐冲 但条件是令狐冲败入少林 那就是说 令狐冲可以练 而且书中也说方生也可以练 但方正因为怕他耽误了禅学 而没有传授 这么以来 少林一金经又变得没有什么条件就可以修炼了 其实这种前后不移的情况 金庸小说中也所在颇多 但金庸小说之间 本就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其武功之强弱 逻辑要求 都是往往根据当时剧情需要设定 也就不必抢求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排搜独